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最近藍營集中火力工一個人 一個部會首長叫做陳其中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昨天在立法院可以看到火力全開 要他下台 為什麼說他是堆肥主委 為什麼說是堆肥主委 就是說他每一次 產銷失衡的時候就砸錢 花錢把一些過剩的農產品買來 然後幹嘛 做堆肥 對 去話 所以就希望他說 你自己要不要負責 過去你的陳教授講的話 跟你現在施政的內容跟方向 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你可以看到陳其中 其實他講話也滿嗆的 他就講說哪有哪有 我們風調雨順 哪裡有產銷失衡 沒有 你去問問張立善 雲林縣長 沒有 有時候我們是必須要收購 我們要收購一些盛產的東西 來做一些所謂去話 你們叫的是亂扣帽子嗎 我們來聽聽看這一段質詢 陳其中是怎麼樣來反嗆 來您的立法委員 來聽聽看 2018年香蕉過剩 前農委會的主委林聰賢 他說2019年如果要是再施衡 他跟你陳其中一起切戶 委員這兩三年風調雨順 有哪一個產品產銷失調 也說農委會做不好 委員這兩三年風調雨順 有哪一個農產品產銷失調 請舉例出來 但是我看從你當主委以後 任何的農產品只要生產 你認為都過剩過剩過剩 你沒有出去嘛 委員 可能因為你不是農民交農 你比較不知道 我說你比如說水果就要輸果 你知道香蕉有刺激品 你要打雕 我覺得林德夫他的質詢 也沒有準備得很充分 他一直問他說這兩三年 風調雨順 風調雨順 你說哪裡失衡他也沒回答 可是其實他們有做圖標 國民黨是有做圖標對不對 不是 風調雨順就才會產銷失衡 因為你生產太多你賣不掉 其實包括今年最近的香蕉也是價錢 價錢也是一塌糊塗 那你說馬上還有高麗菜 前面有文彈的問題 有香蕉問題 後面還有高麗菜問題 什麼時候有發過文彈券 拜託 對 有文彈券 什麼時候有發文彈券 就是說你東西已經失調到說 政府因為原本是跟農民收購 還不夠 現在還說發錢讓民眾去買 他當然的狀況就是說 當然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的農產品進口 出口會變得很麻煩 你不知道檢疫幹嘛 可能沒有辦法出口 但問題是你農委會在事前 做調節這一塊東西在哪裡 就是說他講的 他曾經說話是反過來講 哪個產品產量失調 就是說風調雨順 農民的 因為講說農民這種農民靠天吃飯 如果碰到天災 我也就認了 老天爺不給飯吃 所以我今天水果 還是我的農產品都打壞了 我就認了 問題現在的狀況是 我東西種得好好的 結果價錢不好 你今天來講像蔬果 當然刺激品把他就打掉 刺激品打掉不是要你政府收購 理論上來講 他蔬果是在你上市場之前就要蔬果 那你現在的狀況是好壞的價錢都不好 你說我把刺激品收來 然後好的價錢很好 沒有 你現在去市場上 香蕉還是很便宜 高麗菜的事情還 農委會現在講沒問題 過一個月就知道有沒有問題了 我還記得其實香蕉盛產 或是過剩這件事情 這幾年都一直聽到 包括2018年我還記得賴神 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還不是一直促銷 要大家趕快多吃香蕉 連瓶一起吃 最營養有沒有 那時候還出什麼蛋醬油對不對 對 可笑的事情 我現在想起來真是太可笑了 把香蕉皮給切一切 然後沾醬油吃下去 真是非常的離譜 那陳吉仲一直在問說 風條與順 風條與順 哪裡產銷失調 真的就像這個候製哥講的 風條與順才會產銷失調 其實國民黨有列出來 那這個林德福委員一時之間 林德福口才本來就不是很好 對 他一時之間有一點被問倒了 他沒有講出來 其實他應該準備多一點 他把這個牌子拿出來不就得了 2018年有哪些 有香蕉 有鳳梨 有火龍果 2019年也是香蕉 拔辣 還有這個應該算是蜜棗 另外今年其實哪一些東西過剩了 包括三月份的 今年三月鳳梨好恐怖 那個價錢直接跌到嚇死人 便宜得要死 拜託又甜又好吃 可是便宜到不得了 農民真的是 這個可能都血本無歸 然後再來就是柚子圈的柚子 然後今年9月其實香蕉也是 我覺得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在立院的殿堂上面這樣公然說 你說哪裡失調 你說哪裡 你說哪裡 產銷失調 他是不是在說謊 不是 我覺得他 就是說你今天如果真的做得很好 我覺得理直氣壯就算了 明明就有這個狀況 他還這麼大聲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已經大 就是說覺得自己色彩正確 然後已經大聲慣 覺得這樣就可以過 可是你覺得我們產銷失調 塗在這個地方嗎 我覺得大家自己心裡都有輸 所以說 還有今年的蒜頭 對 今年的蒜頭 其實也前一陣子 要人命 三百多塊 對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揭露 現在蒜頭非常非常的貴 然後進口的東西也比不上 那如果你作為一個平易物價 或者是在政策上面 要來平易這個產量跟銷量的 這件事情 你過去作為一個教授 你好像寫了很多的論文 可是現在你真的在上位 好像看起來你做的跟你說的是兩件事情 這樣大家就要提出一些質疑了 好 我們現在在線上 我們也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林佳馨 佳馨 跟我們一起加入討論 佳馨你好 前哲好 後之兄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佳馨 那個農委會主委 剛才你也看到新聞片段了 他昨天在立法院說 沒有 這兩三年封條雨順 什麼農產品產銷失調 你都亂說了 我想陳主委講的話 大家應該都是 有心中就是往另外一個方面 想大概就都對了 林德福委員的確是宅心 然後不忍心叫他去切副自殺 所以才可能導致他一時雨色 留機會給家心 提醒一下陳主委 這些人到底哪些作物 我們產交失衡 第一項就是我們的稻米 台灣的稻米供需失衡 這一些是不爭的事實 這長年都在發生 每一年只要誰當主委 就一定要面對稻米的問題 第二樣就是我們鳳梨 第三樣一定是今年的柚子 柚子大戲每年都會上演 除非有颱風來干擾 第四樣就是所謂我們的高麗菜 我們高麗菜每年也都會面臨崩盤問題 只是哪時候發生而已 而最近上演的就是所謂的香蕉系列 香蕉最近有個學名 專業名詞叫多元循環經濟利用 從以前的企劃 根除到所謂我們拿去做養豬飼料 到現在已經叫做多元循環經濟利用 所以農委會在這些產銷失衡 一再作物發生之下 他有沒有去面對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國內市場跟國外的需求 到底需要多大的面積 跟多大的產量 才能供應這些市場 所以只要親歷向今年外交受阻 而又在政府鼓勵推廣 中指之下 香蕉面積跟產量大幅提升 那只要5% 3%就好 台灣這種潛碟市場 馬上就暴漲暴跌 所以這些年到底有沒有容作物 失衡的狀況 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陳主委可能是暫時面對 因為有風聲說他要辭去主委 有人要接替他 所以暫時有壓力失意 所以我們幫他復習提醒一下 今年還有蒜頭 蒜頭暴漲一樣是我們產銷調解失衡的一種 不是暴跌就是產銷失衡 暴漲依然是 所以面對一個農作物 他的主觀 這樣怠惰無能 我只能說農民真的是要看天吃飯 真的自己要好好保重 度過這些年的寒冬 不過剛剛你也看到 蘇院長有跳出來幫這個陳主委解套 他說委員你不知道 你沒做過餐 你沒有做過農民你不知道 他說我們水果要蔬果 那個叫蔬果 那個要打掉 所以你覺得這個我們的蘇葵 蘇院長是不是比較內行 他講的是對的嗎 我想蘇院長本身就是 平同小孩出心 當然他對農業多少有策略 但是如果要硬拗成說 我們去化跟所謂做堆肥 還是多緩 多緩經濟利用都不管 那就叫做根除 那就叫做報廢 甚至是踐踏農作物的一種 你這時候來口口聲說 這是蔬果 已經在扁 就看清我們農民的智商跟智慧了 我們去化 去化怎麼能跟蔬果相提並論 蔬果這種東西是我們在造料 我們植物我們水果的時候 我們本身就要修剪 整支 而且要整理一下 把這些比較低級的東西給他去除 留下好的 但也沒大量到好幾百噸好幾千噸吧 這種東西 你拿來講說叫蔬果 然後說林若元不懂 然後我真的認為蘇院長你總在哪 你旁邊還站一個陳主委 你們兩個這樣講這種 這種謊言 甚至凹得出來 我真的也蠻佩服他們的 所以這兩個人 這個堂堂的這個我們的行政院長 以及農委會主委 是在我們的國會殿堂上面公然說謊嗎 第一點不是自身能力不足知識不足 或者嘗試低落 第二點就是陳主委跟所謂蘇院長 兩個人在公然在國會 對國會議員沙謊 如果這樣叫蘇果 那我可以坦白講了 乾脆去請泰國的拳擊手 泰拳高手 我們直接來踢香蕉 這也是多元循環經濟 利用一種蘇果的方式 反而能促進國家 這種水果產業跟體育產業的發展 大家要起來拗 看誰拗的比較有目的 我拗的還有噱頭還有花招 那你拗這種這種蘇果 老實講就已經不入流了 對啦 家欣我投你一票 你拗的比較有梗 不過家欣我們來看 你今天臉書也有整理出來 這些圖片 就是說我們叫做蘇果是這樣子 整理在這個種植的過程 會整理一下 可是蘇院長眼中的蘇果是這樣子 是滿坑滿谷 我現在看起來照片 是滿坑滿谷的香蕉 是可能要拿來做堆肥嗎 或是氣化嗎 或是去化嗎 那家欣你又說你抓到 偷偷摸摸丟在台中 農改廠裡做堆肥的高麗菜 這是你什麼時候拍到的 那可以告訴我們這個狀況嗎 這時空背景大概是在 今年一月初的時候 但是這些圖片是11月12月的時候 去年11月12月發生在我們土地上的事 就是北農 怎麼突然之間有北農的蔬菜 高麗菜一車一車再往鄉下來 請銷 甚至根除 我們才在質疑說 這些菜到底用途去了哪 結果一直追查 也包括有多方面的朋友傑助之下 終於瞭解說 原來我們的農改廠 早就在全台各地變成 所謂的堆肥氣質廠 而這些這樣招踏我們農產品的價格 然後片面來做帳 讓帳面上的數據是好看的 這就是我們農委會跟我們現在 政府主政之下一體一條龍的 所謂的多元循環經濟利用 當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我一直講還不只這樣 包括現在的幼稚 為什麼大家一直覺得說 幼稚應該看多方面 甚至多方面的評估 今年應該是價格低迷 而且政府也出面收購大國了 台灣也沒有量人去做加工 只能頂多百分之一的加工能量 那其他的幼稚 嘉興要再提醒一下陳主委 我都知道在哪些倉庫 從北道南到東部 我都知道那些照片 我們就等中秋節過後 你們想要處理了一一會跑出來 所以陳主委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你講過林沖賢主委約過你 如果農產品再失衡 你就要欠負自殺 到時候嘉興不希望你欠負自殺 只希望你這些人做的一切 麻煩給農民朋友們一句道歉就好 是 嘉興要的就是說 給農民朋友一個道歉 或者是你要開城不公 告訴我們現在的狀況 到底是怎麼樣 產量跟供需之間 到底有沒有失衡 好今天非常謝謝嘉興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你 謝謝 拜拜 謝謝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包括了農委會主委 他到底做得好或不好 昨天有記者問到這一題 問了蘇院長 蘇院長說非常好 很好 很棒 總統也很滿意 真的很滿意嗎 因為其實不只是嘉興 第一線的農友 其實一直不斷有一些聲音出來 他真的做得好嗎 我覺得因為 因為今年的預算很寬鬆 講說話 因為預算很寬鬆 你想想看 他可以700萬去做炒飯比賽 對不對 他手上的預算真的很寬鬆 所以他當然發錢 當然發錢下去 你說他滿意度多低 我有點懷疑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能否會主委這個職位 我們剛剛講的 農民是靠天吃飯 所以政府對於農民受到天災 你當然要拿錢出來補助 這個是天經地義 可是就是說 你現在的狀況是說 農民沒有因為老天爺不給飯吃 結果不斷的因為產銷失衡 毛受損失 你不斷的太貼錢 這個就是拿納稅人之凱 因為講解說 這東西是你農委會 理論上應該要去做的 你要去做事先的提醒 事先的這些控管 就是說到底農民不要操縱 如何如何 這些東西才是他要做 但是你今天看到在神經中身上是 一而再再而三 一樣一樣的東西出問題 如果家裡主婦知道 蒜頭跪成這個樣子 大家已經是 結果你會發現別的水果 你政府能否會到底 你的角色在哪裡 所以你說做得好不好 我覺得當然是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他很妙的是說 你看他對林德福這個樣子 更妙的是那個700萬的炒飯 他跟你講說700萬做炒飯不夠 你就去算 你就算烏魚子炒飯好了 一盤算你150 700萬他可以炒差不多5萬盤 開玩笑 你到底在做什麼比賽 我覺得說政府因為現在錢寬鬆 然後他們太習慣發錢解決問題 問題是最後來講 你成功就只有這101兆 所以他就是花錢 反正農民如果生產過剩 你為了怕他 我就買 萊豬也是一樣 全部買回來 他就跟農民講說 我就承諾收購60塊 反正砸錢就對了 我用錢砸死你 是這樣子嗎 所以可是蔡政府到底對這個 陳其中滿不滿意 最近有一個風聲出來了 昨天有從聯合報先揭露 說有可能潘孟安 我們的這個屏東縣長 潘孟安有可能會來執掌 會來接農委會 可是今天其實潘孟安有這個回應了 潘孟安是說太荒唐了 鬼月都過了怎麼還有這麼多鬼話連篇 沒有的事情 這是有媒體可以放話的 我會在屏東 我會一直在屏東 我會坐好坐滿 可是其實後製哥在媒體界這麼久 你知道有一件事情 有消息出來 不是空穴來風 一定有人在測風向 我可以講 任何的縣市長 就是說以前上來的這麼多人 每個都跟講說坐好坐滿 最後都上 最後都上來了 就是說但是你要回頭去問說 你是潘孟安你要不要上來 萊豬明年1月要進口 我幹嘛這時候上來 所以我是潘孟安一定不想上來 所以蔡政府現在的狀況是說 陳寅這種狀況當然是不好 就是他的政策辯護能力也不好 所以你才會 我就講你剛剛770萬的 785萬的炒飯辯護成這樣 所以你才會看到說 蘇貞昌在達群的時候 把麥克風壓下去 叫你不要講話 因為你講話會出事 對 所以對他來講一定是不滿 問題是我找不到人 是 我找不到人來換 理論上來講 今年底12月25號 限時首長過半 可以官派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批的首長會上來 就是像那種兩已經認滿 就是第二屆認滿的 會上來 因為就是說那時候 中央部會的這些 部會首長表現不好 那這些有民意基礎的人 有選舉過的人 他們對民意的滿意度 一定的敏感度一定會比較好 所以理論上會比較上來 但是我認為 潘孟安的狀況就比較 就可能不會 他不會去跳這個火坑 假如說他現在想換陳吉仲 但是找不到人 是 所以非常有可能 上面再怎麼做盤算 就像有一些蛛絲馬跡都會露出來 包括我們知道 在面對鄭立文 質詢萊豬的這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蘇貞昌 就是好好的讓鄭立文 講了十幾分鐘 因為他也無法反駁 第二個 他也不讓陳吉仲說話 因為陳吉仲一說話 就出事了 他對政策的辯護 也沒有力道 也不是這麼好 他的說服力也不是這麼好 可是我們知道 蘇貞昌他一向是變才無愛 他律師出身 你看他在立法院的表現 常常要酸一下立法委員 常常要在口頭上面 占一些便宜 可是昨天也在一個場景 昨天一場質詢 卻讓他有點潔潔巴巴 突然說不出話來了 這是國民黨的主席江啟成 他問他說 你的食安會議到底開了沒 什麼時候開 我們來聽聽看 當時蘇貞昌手足誤錯的那個畫面 我只想問院長一件事情 食安會報開了沒 所以我政府一定食安 食安會報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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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我們 你們最近開的是哪一次 你們最近開的是去年六月開的 食安會報三個月應該開一次 必要時可以加開 那個負責執行的單位叫衛服部 你是召集人 而且食安會報直施跨部位協調 食品安全風選評估跟管理措施 因為太好笑了 我從未沒有看過蘇貞昌這樣 張口接的時候 就完全被問倒了 空的地圖 我也很保託